第三戰慘敗的勇士 第四戰派出22歲菜鳥 布萊斯·威爾森先發 威爾森不但沒被打爆 一路還投滿6局 標出5K 讓強悍的到齊打線 只靠著瑞歐斯的陽春炮 在前6局攻下一分 到齊王牌 Kershaw先不幫球隊拿下第二勝的任務 前5局只11分 到了6局下半風雲變色 Kershaw面對阿庫尼亞 先被打出內野安打 接著再被Freeman和Ozuna 連續兩次二雷安打給打退場 Kershaw退場後 勇士打線更肆無忌憚 在這半局一孔氣打了11個人次 總共敲出7隻安打 包括3隻二雷安打 回進一個6分大局 Kershaw退場後 在這半局一孔氣打了11個人次 總共敲出7隻安打 Kershaw只投了5局就吃掉4分 完全沒有投出之前季後賽 對勇士三場先發 防律只有0.43的優異表現 昨天全場只有7隻安打的勇士 今天總共打出14隻安打 其中國聯全雷打打點雙冠王Ozuna 終於找回手感 單場4隻安打包辦4分打點 包括兩隻全雷打 勇士中場就與10比2大勝到齊 在國聯冠軍戰以三勝一敗率先聽牌 最快在周六就可以淘汰到齊 拿下國聯冠軍 你喜歡網絡陽鏡 送好不好